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指挥中心昨天宣布 全国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12号 虽然许多的店家业者快撑不下去 但是双北疫情还是压不下来 只能继续苦撑 不然疫情再扩散 更不可能降低警戒 那特别市场柯文哲 昨晚夜奔机关署 讨论北农群聚感染事件 事后达成了三项共识 会后他就在脸书表示 他提议跨县市的整合疫调 结果就遭网友打脸 柯P就是全台最大的防疫破口 因为中央本来就有跨县市的平台 但讲得好像只有柯P 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柯P不认为北农疫情严重 他说都是媒体在造谣 就是典型的政治攻击 问题是北农疫情拖了一个月了 还扩散到新北基隆等地 那台北市不做疫调 不通知 一开始还不接受中央的建议 设快筛站 还甩锅 不一定是北农感染 甚至说说谎 说有跟新北跟基隆开会 被林又昌打脸 这两天快筛或是PCR检测 又在跟中央争辩 实际上北农不论是快筛或是打疫苗 都一团乱 不听中央的建议 不方便速度也慢 这些都是事实 怎么会是媒体造谣呢 全国民众看在眼里 也陪着双北一起警戒 但是柯P认为 新北的案例比台北还多 就算不能解除三级 我也不是挡在最前面 这种心态 台湾的疫情怎么控制呢 他还预估要到九月 台北市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但要看疫苗核实下来 上次突袭 下次再搞我就慢两天施打 柯P一连串的言行 似乎是不惜用疫情 对抗中央绑架全台湾 有人说能不能隔离柯P 手掌应作为不作为 能不能法办 柯P要闹到什么时候 多少民众生活困难 期待解封无望 有谁预料 台湾防疫的最大阻力 竟然是在首都 疫情的最新状况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介绍的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王定宇 中江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邱敏宽 中江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来是医师工会 全国联合会副秘书长 罗俊轩医师 中江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财经专家许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来是政治学教授 范世平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的群聚延烧 台北市长柯文哲 昨晚到指挥中心 商讨对策 达成三大共识 柯P今天抱怨 这是整体的疫调系统 有缺陷 中央过去都没有发现 形容自己遭到认知作战 周三晚间七点 台北市长柯文哲 直奔疫情指挥中心 讨论北农群聚如何止血 中央地方达成三大共识 包括从二十四号起 进入双北批发市场 得有三天内阴性证明 并扩大匡列接触者 北农快拆站开设三周 而因为北农工作者 来自不同地区 也将成立跨县市 疫调平台 整合资讯 每天进来工作人 超过一万人 可是一万人里面 户籍在台北市的 根本不到一半 恐怕我看市场都不到 我昨天就跟陈时中讲说 你怎么这疫调制度 从过去一年都没有发现 这个这是一个 很奇怪的破火 昨天才临时说 那以后 在疫调除了居住地 还有一个叫工作地 两边都要做 才说不要中央插手 最后还是跟指挥中心 商讨对策 被解读失去讨救兵 但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 柯文哲一再强调 是因为居住地 与户籍地不同 中央疫调系统有缺陷 从北农群聚到北 疫工人染疫 北市疫情风波连环报 是柯市府感控出问题 还是认知战 我们看到台北市场 柯文哲昨天去跟中央开会 有媒体说 用这个夜奔 来作为一个形容 那后来他们这个 有达成三项共识 主要就是针对北农部分 六月二十四 就是今天 没有三天的阴性报告 就不得进入双北的批发市场 第二点就是落实疫调 扩大匡列 北农筛减站 要开设三个礼拜 那再来 这个跨县市的疫调 要平台把资讯整合给地方 那柯文哲后来就说 昨晚是专业对专业 但出了房门 他们还是政治对政治 好 我们今天就要来 一一的探讨 到底北市府专业 还是中央专业 还有到底是中央政治 还是台北市在玩政治 先请教宽哥 昨天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人说夜奔 有人说柯P认输 但真的柯P有认输吗 还是继续跟中央对抗呢 柯文哲这一次最糟糕的地方 是在于他满嘴跑马 任何事情他都有意见 然后防疫他就用呼口号 但是做事 有没有本事呢 没有 游民处理了吗 没有 现在还多了一个破口 等一下来跟各位谈谈 在台北市农产运销中心 跟环南市场当中 里面居然有很多移工 而这些移工 等一下会跟各位说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折一折的来 全台湾都期待 期待什么呢 期待其实能够 不要说三级降两级 至少能够缓解封 为什么呢 中小企业已经压到都快没有气了 南部所有的民众说 问题都是在新北 都是在台北 为什么南部有时候加零 常常在加零 我们要陪着你这个地方共体时间 大家日子都过得快疯了 结果呢 我们这次可以发现 柯文哲的自大 柯文哲的自大在什么地方呢 各位还记得吗 之前黄珊珊说 指挥中心指挥官电话打来 接了又有什么用 你指挥官的电话 你都不跟他接 你怎么会有所谓的沟通管道呢 刚才我们又看到柯文哲说什么 说你这次如果在疫苗上面 再整我的话 我就再玩两天来打 各位你听到吗 台北市长说这种话 这个是什么呢 他把人命当作是 他在整个玩弄脾气当中的筹码 这个是很令人生气的 那我们再来看 为什么他要夜奔 为什么他要夜奔 他挡不住了 他挡不住了 什么叫挡不住呢 中央跟双北目前达成共识 第一个目前要进入各市场 要进入台北农产 运销中心 必须要有阴性报告 大家都快疯了 每个人都在排队 新北市打得非常快 台北市后来速度也有跟上 现在要有阴性报告才可以进到市场当中 第二个你要落实疫调 找出热区 目前整个北农筛检站要开设三周 第三个跨线市成立平台共同来协助 目前高雄云林云嘉南 大家都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发现问题大了 为什么问题大了呢 每天这些货车 各位你去想全台湾的农民们 辛辛苦苦栽种的农作物 他们把资本丢下去 买了农药请了人 后面要换线 换线你是不是要这些司机 要这些所谓的帮忙员 这些包装员把货移上去 移上去之后 重点现在麻烦 台北市农产运销中心 旁边隔1.7公里 叫做环南市场 全台北市当中五成的家禽 我们吃的鸡鸭 通通从那边出来 这两个地方现在是热区 那问题是这两个地方是热区 我们再去想一点 他现在无所不用其极的 他要把疫情给压下来 可以 我们说各位这是对的 但理论上来说 你要超前部署啊 什么叫超前部署呢 现在市场在烧 对不对 他现在突然间说 好 那我们这些市场的 我们把它做了整个阴性之后 我们就把它抓来打疫苗 那我们再想一点 万华已经烧多久了 来到这个时间点 你才突然间跟我们说 那个台北火车站那边 第一那个什么游民很多 这个会有感染 那事实是不是有感染 有 最近居然有游民 他说 我不是防疫的破口 我们真的不是防疫的破口 但事实上是 目前在台北车站 在蒙甲公园 还在持续扩大当中 所以目前他们说 他们的游民要来造册 七百人配套措施都来打疫苗 那这件事情 万华都已经烧了一个多月了 你到现在才想到 那不是很奇怪吗 你明明知道 你今天在万华 你把他移走 他就会跑到台北市 他会跑到各个地方去 特别是台北的交通 是这么的方便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柯文哲每次出的事情 千错万错 别人的错 只要有功劳 他就往身上拦 任何事情都是他对 所以这是我们认为 他最麻烦的地方 现在整个台北市政府 后面该要怎么做 我们再一一看下去 他这是跟中央已经做了协调了 协调完之后 会再按部就班的 往整个策略往下走吗 我们再来观察 对 因为现在最新的疫情 今天往上升 所以我们看到主要重灾区 还是双北 那特别是台北市的这个数字 依然在往上走 然后这个万华 还有包括北农事件 已经拖了一个多月 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那现在突然间 柯P发现了许多的问题 来 清皇 因为柯P说他专业 昨天专业对专业 问题是专业在哪里 同时他有发现 那所谓的跨线市的医疗系统 他发现有问题了 那所以呢 网路上就有人就说 你这只怪中央 你台北市都没有资料吗 然后这个系统呢 中央难道没有吗 有人就说呢 其实COVID-19 才是全台最大的防疫破扣 对 因为我们希望 那个处理疫情 你就要用专业来处理疫情 然后我们不希望 你是政治凌驾专业 那讲得很好 就处理疫情要专业 所以当昨天晚上 各位去看两个时间点 哪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 我们今天先看到什么呢 昨天晚上看到说 柯P终于要去疫情指挥中心 他要去的时候 大家想说 哇 大家终于愿意 捐气成建了中央地方 一起携手来合作 然后呢 你也看到什么呢 蔡英文总统发了脸书 脸书发完之后呢 tag了柯文哲 tag了侯友宜 再tag了这个林又昌 三位县市长 他都tag完了之后 大家就认为说 这应该是中央地方 一起来合作 把疫情处理完 打好防疫战争嘛 结果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当柯P出来了 然后疫情指挥中心也告诉你说 会谈气氛一切和谐 然后呢 也做了三点的结论 三点结论 像刚刚中央讲的 这个阴性 你没有阴性的报告 就不可以进去 这个市场里面 然后再讲到说 这个北农筛检站 要开设三周 然后也提到说 最重要的疫调问题 然后好了 这个讲完了之后呢 你觉得最神奇的是什么 才过没多久时间 晚上十一二点左右而已 民众党呢 自己就发了一篇脸书进来 然后发了脸书说什么呢 说这里面还是会有政治操作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还是跑出来这一条 叫做什么呢 确诊人数越降 绿营越乱 到同岛一命 还是同党一命 我请问你啦 就是你才刚讲完 中央地方要攜手合作 你马上发动这种政党 政治上的宣传攻击 那你到底是想要防疫 还是你想要做的 到底是政治对抗 这就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怀疑嘛 结果果不其然你看 柯文哲市长今天到了广播上面去的时候 在广播上面告诉大家说 昨天晚上是专业对专业 出了房门 还是要政治对政治 听了刚好昏倒 那你到底是要处理专业问题 还是要处理政治问题 结果当你今天好 认真去讲你柯文哲市长提的问题 疫调 就看疫调问题好了 你知道疫调的问题 其实各县市呢 后来都在做疫调 对不对 然后只有台北市 曾经出现戏剧转合是市长说不要 后来又告诉你要 那这个转折里面呢 大家认真的去看一下 柯文哲市长讲的 他说北农人来人往 所以他只能针对台北市这里的做疫调 台北市以外的户籍疫调做不到 但是你会发现 奇怪了 人家台中市做的疫调 基隆市做的疫调 新北市做的疫调 都还是调得到 那为什么是台北市调不到 结果在这里面呢 让大家发现更神奇的事实了 什么神奇的事实呢 各位知道吗 我们的政府CDC 他有一个系统里面 你可以看到各县市所公布的足迹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里面你看 各县市确诊各案 公共场所活动室 里面列了各县市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它一个个打开 打开进去基隆市 你有没有看到 他上传在这个地方 基隆市的活动室 打开这边新北市的活动室 再打开桃园也有活动室 再翻过来新竹也有活动室 苗栗 你去看连苗栗 这个我们说王碧胜去抢救的苗栗 他也有上传 所以这个系统是各个县市都可以进去查 是各县市他都要上传上去 让全民都可以上去查 你看高雄市也有 结果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特别把它打个问号上去 看到台北市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空空一片打个问号 我请问各位 疫情到现在多久了 去年到现在疫情一年多了 对不对 就算讲5月15号本土疫情爆发到现在 也超过一个月以上了 那各县市都有上传自己的 这种所谓的确诊者公共场所活动室 为什么台北市没有 所以当你今天 台北市都没有吗 你看这个系统里面看到的 它就是空白的 而且各县市其他县市都有 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件事 你里面看到即便台中市 台南市各县市都上传 为什么独独台北市没有上传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实话 这里台北对台北市来讲 你自己就理会在先了 你再跟大家讲说疫调系统有问题 而且柯文哲市长还很大声的指责说 你看中央这么大的破洞 你们自己都没有发现 现在是我发现提醒你们 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 结果人家网友去一看了之后 还发现说 你台北市自己就没有上传 台北市一笔都没有上传 你台北市都没有上传 结果你指责说是中央不对 拜托一下 你在这个手指的人之前 先看一下 你有四肢手是指责自己好吗 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 这次柯市长在整个过程里面 会让他觉得说 你是不是政治优先于防疫上面的操作 而且各位 我们在前两天在中江节目 是不是有讲过 今天我们很担心 台北市这个确诊数字 看起来逐步逐步一点一点的掉 会不会只是有一个还有黑数 在外面的假象 结果柯文哲市长 他也承认告诉你说 这个台湾现在最怕是有黑数的存在 然后你去看台北市的个案数 从昨天的22例到今天又增加到了35例的确诊个案数 所以这跟我们昨天节目讲是一样的 现在台北市让人家忧心的是 在你没有做疫调那段过程 或者说疫调不确实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隐形的传播黑数存在 那如果有的话 好 就像我们讲的 有人可以匡列不确实 他应该被匡列 结果当事人告诉你说 我跟确诊者接触时间 没有超过15分钟 所以我不应该被列进去匡列里面 你一匡列的话 就会害我接下去 没有工作没饭吃 在这种情况之下 请问你的防疫要如何能够落实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回过头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中央跟地方可以抛弃政治口水 好好的来做防疫上的合作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到目前为止 从昨天到今天 俨然好像柯市长的政治口水秀 又不断的一个又一个的丢出来 金句也一个又一个的丢出来 但我们认为你这样子的金句的方式 并没有办法把这次疫情给降温下来 尤其这么多的民众 看着75例 昨天的104例 到今天的一百二十九例的时候 大家就会心想 天啊 七月十二号 大家已经忍这么久了 如果又因为这样子不能解封的话 大家要情何以堪 而且各位我最后讲一件事情 当今天柯文哲市长还在告诉大家说 三级不能解封怎么会是我的错 还有个新北的个案数比我高 我要告诉柯市长的是 现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 要请问要怎么解除三级警戒 三级警戒的重要的条件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你台湾有三处的社区的群聚感染 第二个部分 你有十个以上不明感染源的本土感染 我请问一下 构成这三个条件的 难道是只有新北市而已吗 你台北市不是也一样构成这三个条件吗 是 换言之拿新北市出来挡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现在双北的状况 才是全台湾大家最关心的所在 好 我听到这个清皇这样讲 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要防堵疫情 这个疫调是非常重要 那全台各县市都有上传资料 唯独台北市就是没有 那个是完全点不进去的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柯P他昨天还说 我是医学专家 昨天他跟陈时中说 难道你们在过去一年 没有发现这个奇怪的疫调破口吗 怎么会这样子呢 然后今天他来做出解释 他说昨晚我建议以身份证字号为基础 建立一个资料库 让疫调做到及时跨县市的连结 那台北市是完全没有上传资料 他现在又来建议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罗医师因为柯P说他是医学专家嘛 那就要请教医学专家了 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是故意要跟中央唱反调吗 还是这背后有什么要误解吗 我觉得现在全民的期待是什么 昨天说他们到了房间里面是 专业对专业 出来之后呢 马上变成政治对政治 我想民众期待是什么 出来之后呢 是专业对病毒 政治对病毒 我们现在解决的是病毒的问题 不是人的问题 所以这样搞到他觉得很复杂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刚刚说地方政府把他疫调的资料 传到一个大家能够 公众阅览的一个空间 这个是必要的责任 因为就像台北市 要求其他县市要去做疫调一样 如果我们要做好区域联防 每个县市都必须公开的 把自己的资讯 跟别人去做交流 那我觉得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 虽然有很多东西看起来是政治 可是我们说真的 这些台面上的人物 他都是政治人物 所以一定都会有政治性格 可是在目前疫情严重的时候呢 能不能让政治性格少一点 让专业性格 为民喉舌 帮民众做事的性格多一点 这才是民众期待的 那台北市在这个事件里面 有几个部分我觉得 比较关键是 第一个 5月12号 其实北农就已经有确诊割案 那当然有人讲说 那是后来慢慢把事情拼凑起来 所以越来越像是一个群聚 可是我们退一万步讲 今天当一个地方的首长 或是地方卫生局 这不就是你责无旁贷的工作吗 为什么 因为一般民众看到只是一个新闻 一般的医疗人员看到只是一个个案 他只能见数 谁能够见领 当然是后面的指挥官 他把所有的资讯统筹起来 来知道说 原来这边有火在烧 赶快去扑灭 这个临场很多数 可能是一个大灾难 只有他能够见领 其他人在下面工作 当然是见数 可是我们发现出现事情之后 常常甩锅给 我们说的基层工人员 何其无辜 他怎么会这样 比如说疫苗 他如果说这个指引说 你把疫苗给盟友诊所 他觉得说 我就照这个规定 我就执行了 我怎么知道后面有什么牵涉 那另外一部分在讲说 这个是你的长照中心 6月8号有确诊 6月9号有确诊 你再没有 这个我们说的 激进的一个感觉的话 到6月12号 你应该要跳起来说 怎么三个确诊 那么国外有多少 多少我们说的 这种长照中心 群聚的问题 造成整个城市的 一个疫情大蔓延 这都是别人的前去之鉴 我们应该要去做好 这些防治工作 可是后来市林发生什么事 市林发生一直稍稍 最后48个人确诊 有三个人过世 各位想一件事情 我们常在讲说 我们全国这个致死率的问题 各位想想看 那个长照中心致死率有多高 48个人 三个人过世 算起来超过六七%的人过世 所以呢 代表说长照中心的人 他就是身体比较残弱 危险性比较高嘛 那另外一部分是 他容易什么 去探望的人 去照顾他人 跟社区会有联动性嘛 所以造成一个大的一个破口 所以你看这些事情 是都可以预防的 那包括疫苗的问题 6月8号 虽然是我们说的 市林长照中心 第一个人呼喊说我确诊 但也是什么 也是我们说的好心 刚开始打疫苗那天 那如果你知道这些事情 你应该是赶快把你的大军开进去 把那个地方做一个广泛的筛检 把所有的人先确认他的状况 如果当天发现说 确实是一个确诊 过三天 过五天 过七天 就像洗证中心的态度一样 我要回去再看看 有没有其他人 是后来确诊的 那这样子才能把疫情防堵下来 北市府有做到吗 还是拖延好几天 看起来没有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说一开始建树 但后来你要建林 那我觉得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今天台北市政府 一定会觉得说很辛苦 好像做什么事呢 都是这个四倍公办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的是 你没有照着做 你一直创造一个新的招数 我觉得新的招数 他到市场中接受检验 慢慢才会成熟 那如果在这么急迫的时候 你一直发现新的东西 他到市场中去实证 那如果失败了呢 赔上是所有人民的一个辛苦 我记得在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川普总统 跟这个纽约组长古墨 常常有很多的对话 我刚好把这几张秀给大家看 第一张是说 来这个是纽约组长 他说人们一直待在家里 大家都疲倦了 人们待在家里大家都疲倦了 第二张 这个现实 这个不是一个短跑 这是一场马拉松 第三张 他说如果下次你感到疲惫 相信我 我也觉得很疲惫 我相信今天进去开会 你都很疲惫 可是如果我们一直都用错误的方法 去处理这个重要的事情 就会越来越疲惫 那赔上的不是只有你的疲惫 赔上是所有人都身心俱疲 台湾在这一个多月 大家都累了 我觉得你把新北市 放到前面来讨论 其实那个不是重点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只去检视说 那双北到底有没有做好 所有人都不希望 推回设者说谁要去负责 但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 是会受到社会的检视 现在因为最严重疫情过去了 所以我们才能看清楚说 北农发生什么事 我们才清楚说 士林长导什么事 当初就是火烧得很大 所有人都看不见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曾经检视 火烧得很大 那就要看当地的县市政府 有没有及时是处理 还是说拖了六天 拖了一个月 然后到现在才在发现问题呢 到现在然后才在去说 那个所谓的这个疫调系统有缺陷 所以是柯P的认知错误 还是说他不认为这个北农的疫情 很严重 昨天他还在说 这是媒体造谣 微晚这个显然是很严重的 一种认知上的这个差距 跟一般的民众显然落差非常大 柯P为什么要这样讲 特别是他的这些建议 还说新北确诊比台北多 就算不能解除三级 他也不是长在最前面的 这是典型的政治认知作战 怎么样看这种情况来 我如果看到我隔壁的县市 或我隔壁邻居确诊比我多 我应该觉得难过 因为是邻居嘛 怎么说天塌下来隔壁挡着 新北台北的人没有那么疏离 不过我先接着罗医师跟你讲 你知道如果他是发明的新方法 来测试新方法还不错 其实都只有新名词 方法都旧的 又不落实 其实柯文哲现在面对问题 我倒愿意提醒他 因为他2014年选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有帮过他 那时候他记不记得他讲他自己是什么 共高我慢 共高我慢是什么意思 那是一个佛家的话 意思就是第一个 看到对方不如自己 就盛气凌人高兴的不得了 这个叫做慢 第二个我慢叫做高估自己自以为事 第三个叫邪慢 什么叫邪慢呢 明明没那个德性还自以为功德圆满 里面有很多种 我必须要提醒柯市长 我自己在南部看 我每天接到一大堆电话 你知道一对小夫妇年轻的 他三万多块租个店面 他没有能力配合外地快送业者 他这个月缴房租养一个洗碗的阿桑 他也舍不得说把他薪水拿掉 可他不知道可以撑多久 这样的店面 卖衣服的 租店面的 维持一家生计的人 本来以为6月28号以后 可以开始做点生意 可以慢慢恢复 好 干扣了 政府有纾困 虽然不太够 但我可以撑过去 一听到延长7月12号 你知道那种想放弃 又不能放弃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工人看到自己的 我靠这份薪水 每个月领薪水 养自己的家 照顾自己的孩子 看到自己的老板 真的是没办法做生意 他多怕老板 第二天打电话跟他讲说 好 到这儿不要做 他很怕老板放弃 怕做不下去了 所以6月28号延长到7月12号 对柯文哲来讲 可以拿来讲说 你那个疫苗如果在突袭我 我慢三天住给你看 你是一句话而已 人是一句话的生活 所以做政治的人要把人的 一般人 我们的市民生活 要当作天大地大的事情 就不会做出那么多夸张的事情 什么夸张的事情呢 第一个 很多事情本来人家都在进行中 那柯文哲 他把它当作新的发明 我最近才吓到说 原来你以为这个大家都没注意到 你记不记得他士林 那个护理之家的事情 他说我学到一个课程了 原来有一个确诊进去 我把它抓出来之后 哇 后面还有潜伏期 大家会感染 我没听到说 这个连我儿子小学五年级 他都知道潜伏期这三个字 你怎么不晓得一个确诊的 进到养护之家 那些人都行动不变 年龄偏长 潜伏期感染的危机风险 就算你没有学这一课 六月八号告诉你 六月十号已经变三个 后来变四十多个 后来死了三个 你的课程也学得太慢了吧 然后他还有一个名词 叫做同心源扫描 我一直想到同心源扫描 是什么东西 原来就是你家里 如果有一个确诊的话 全家一起要匡列隔离 这个事情我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好像去年就知道吧 白牌司机 白牌司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去年四月份就知道了 去年都一直在做的事 他现在说我找到一个 同心源扫描 家里原来有一个确诊 其他人都要匡列起来隔离 那原来你之前都不知道吗 他还有说他最近在研究 那个苗栗晶圆店的案例 他说晶圆店那案例怎么办 我光讲身份证 他讲身份证 用身份证字号来连接县市 我跟你讲台北市像动画会出问题 为什么出问题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身份证 前面一跟二代表男跟女 那我们现在还有多增加一个号码 代表这个新移民 然后身份证前面 通常都一个英文字 现在有两个英文字的也是新住民 那英文字代表像我的 我是我住台南 可是不好意思 我的身份证前面是S 因为我在祈山出生的 S是高雄县 台北市是移居城市 台北市两百多万的人口 有多少是从外线市移进来的 如果你单纯用身份证的英文手码 来代表他的县市 你对防疫没有帮助啊 我们真正的防疫是要针对 在这边活动出路的人 你可能住这里户籍在这里 你可能住这里户籍不在这里 你可能白天工作在这里 晚上回到林口 那科幣说他发现了户籍地跟居住地不一样 这个疫调不是老早就应该要 然后他说不应该跨县市疫调 那个地方叫做各县市确诊各案 公共场所活动时 是由各县市登陆到我们疾管署的 全部都有配合就你没有配合啊 然后你现在变成一个新发明新发现 好了慢发现就算了他还有第二个问题 太过政治去蒙蔽了专业 我相信柯文哲是聪明的人 他只要把供高我慢拿掉 他看得清楚啦 就是说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不要用政治蒙蔽 比方说第一个蒙蔽 我惊讶到他现在还在讲 疫苗的配送叫做什么突袭 6月4号日本的124万剂来 当天卫福部就宣布 希望赶在6月12号之前配送 有讲嘛 那6月9号有公告啊 说6月11 6月12很会配送啊 那6月11配送下去 各县市都没有这个问题 只有他每次说我被突袭了 打乱我的步调 那一直按纸按酸说 有两组 一组是一个礼拜前知道的 一个是像我这种被突袭的 高雄市的卫生局 替他基层报估品出来讲说 这基本数学问题 高雄市每次都配十分之一 124万分两周 62万 那我大概就拿到6万剂 甚至于名册平常就建党 我就划一条线 划在6万就出来了嘛 你难道台北市平常名单 没有建党吗 你没办法去概算 你台北市可以出估分配多少吗 到现在还在讲突袭 甚至于我都不想去讲说 你6月2号 说你有快打部队 来多少打多少 这时候在讲这种政治话语 对防疫有什么帮助 那现在最大的麻烦是 他之前有一段时间 人家蔡市场林又昌讲的 按照身份证单双号 他就不爽造人家的 他就不减留 隔了一个礼拜 后来还是这样处理 第二个 他是全国唯一一个地方首长 说不疫调的 那时候我就碰到医生 我都问说 可以不疫调吗 那时候不疫调就出现 你刚才讲的问题 士林的护理之家 6月8号通报 为什么台北市都没处理 因为市政府决定不疫调 不匡列了 为什么北农发生 这么严重的事情 慢了一个月都没处理 因为不疫调了 因为你一旦不疫调 你不疫调就不晓得 他的扩散范围到哪里 没办法匡 所以他认为就是用打疫苗 打了就解决了 打疫苗 长期的防疫疫苗 也许有帮助 面对这短期的问题 疫苗两个礼拜后才生效 所以重点我们还是 回到一个根本就是 我希望台北市 新北市把疫情控制下来 因为你们不好 我们中南部也不会好 那现在我最大的担忧是 我还看到什么情形 你做这个防疫 一定要做完全 他现在就算是打疫苗 是根据北农 登记册里面的名单 来打疫苗 那每一摊位 只有一个代表 可是每个摊位 明明四个人 那你只打一个 你做了四分之一 说我施打率百分之百 不好意思 是名单的百分之百 可跟真实在北农活动的人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是能防疫吗 就像他在外面设那个快筛 你设快筛 只筛台北市民那四千个 可是明明出入北农的 两万两千个 各线市人都有 你不筛能够做到防疫吗 然后第三个 他现在所有的防疫动作 都坚持说 我只做我范围内的 事实上我们台南 桃园各地方 菜市场都有一半以上 是外线市的 你一定要一起处理 因为你不一起处理的话 你这个防疫就会破一个大洞 所以防疫要完全 不要只做一半 对 然后防疫政治的考量低一点 既然中央地方要合作 不要再出来 或者让民众党的发言人 你出来去酸中央 对疫情没有帮助 我坦白讲 对政治的加分也没有帮助 百姓看得很讨厌 是的确我们点出这些台北市的这些问题 那这些是柯P所说的典型的政治攻击吗 他说媒体是造谣 问题是我们媒体怎么敢造谣呢 这绝对是要根据事实来讲 所以范老师我们说 柯P他就说 你如果下次再搞我就疫苗不狠 我就慢两天施打 说实在在疫情紧绷的当下 可以这样意气用事吗 对于整个疫情恐怕是有害无益 那再来北市府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有冤枉他吗 他这个等于是把这个市民绑架起来了 对 等于说把市民说 你重量再给我突袭 就试试看 我就不打 我就疫苗放在仓库里 我哪怕这个疫情再严重 让民众让市民感染 我就是不打 是什么样的市长 你有爱名如指 你会对你自己的小孩这样做吗 不可能吧 小孩子不乖 不让你进门 在外面掺风露宿 你可以这样做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 完全没有体谅 没有人性 我就觉得很 我才难想象这种事情 更遑论那是不是突袭 当然不是突袭 日本的疫苗6月4号进来 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们CDC对我告诉你 会提早施打 是你自己没有做准备 全台湾都知道 然后现在怪人家突袭你 其实你看 柯文哲昨天从早到晚 他做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早上四点钟 陈时中 王碧胜到这个北农去 去市场 他理都不理 他明明知道 他没有收到通知 他不去 他不想跟陈时中同台 不想跟王碧胜同台 怕派人家比下去 因为很多人说 需要王碧胜来主持台北市的防疫 他不想同台 你不去 你派一个副市长去也好吧 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多么好的一个沟通的机会 他就是印不出来 然后6点钟 陈时中走了 我后脚就到 不管怎么样 人家是中央的部会的部长 你基于礼貌 你基于行政伦理 你是台北市指挥官 可是陈时中是中央的指挥官 所以你怎么样 你都应该去接待他 这是一个礼貌 我们不要讲礼节 我们最好讲 也不要谈什么政治伦理 就算是为了防疫来讲 都应该建个面 也应该一起去了解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当下 当下做决定 这叫建籍旅籍 可是我觉得柯文哲 他早上他就离父 看到陈时中前脚走 我后脚就来到 干嘛 宣示主权 说这个才是我的场子 你们今天来干嘛 来清门踏户的 你们今天在陈时中 是来挑衅的 我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是我主管的 你陈时中的力量不要进来 你王毕胜力量不要进来 可是后来为什么到了晚上 他要去夜访陈时中 主流民意 市民的反弹 双北的影响 所以柯文哲到今天为止 他还认为说 我台北市守得很好 不错 前天 大前天 台北市都只剩二十几例 可是你看今天跑起来了 今天剩三十五例了 表示已经往上走了 可是柯文哲还蛮沾沾自喜 他本来想说 我就这样子一直盖锅 这几个事情 什么淮南市场 什么北立中心 反正不会报吧 我的人数再往下走 因为他认为台北市市民数字很高 他认为台北市守得住 可是你搞清楚的是 台北市就算市民守得住 可是你淮南市场 它是跟新北跑来跑去的 你自己的数字往下走 可是新北的数字 没有明显的下滑 所以你看到 他过去这四个地方 包含北农的五十四例 长照的四零长照四十九例 然后北溢中心的四十例 加加上我们今天叫淮南市场二十二例 请问一下如果当初 他把这些数据就告诉我们 大家不会往那边走 大家会尽量避免 就避免这些疫情不断扩散 你不是说你台北市好就好 你会影响到的是新北 跟其他中南部 你看这两天中南部 多紧张 你看那个陈其脉 为什么那么生气 陈其脉 我们看到昨天 昨天的高雄 忽然变起来到了九例 什么因素 新北的恩祖公医院 住院者跑下去 你没有告诉我 没有通知我 我去不叫我们台北人 真的很对不起中南部的朋友 他们是陪我们一起受罪 你看多少县市到现在为止 中南部都是零 他们一样只能够外卖 他们小吃不一样是不能够进去 不能够营业 我说难听 他们真的是委屈 因为他们陪我们受苦 克文哲现在有一种意思就是说 你CDC小题大做 你故意拿台北市 我台北市很好 你故意拿台北市 作为第三期延后的理由 你就是要抹黑我 你就是说把这个责任 扣在我克文哲头上 所以为什么他说出了门 还是政治对政治 是你CDC故意把这个责任 给放在我克文哲身上 他觉得是被栽的 他说我们这个 他昨天脸书上讲说 我们的疫情 并没有大家想到那么严重 也没有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他今天也讲台北市的这个状况 还不错 所以就表示他才自我感觉良好 这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压抑 是 来来 郭东哥 所以现在是柯P绑架了全台湾了吗 大家期待解封无望了吗 礼拜一的时候 我就讲过了 如果这个黄毅 柯文哲把台北市民的生命财产 拿作当做政治堵住的话 那真是台北市民真是无奈悲哀 昨天柯文哲跟中央开会 达成三项共识 出来以后又讲了一句话 在里面是专业对专业 出来就是政治对政治 那我现在就质疑 这三项共识 有共识吗 是有共无识 还是说一套做一套吗 因为你三项共识 在这个看板上 中央你看看到底要由谁来负责监督 由谁做 他如果不做的话 你中央怎么办 我到今天没有看过 防治中心对任何县市政府 对任何公务单位 没有达成这个目标 做过处罚 都是人民被处罚 重臣重罚 不遵守隔离 亂跑的 然后戴口罩 我们没看 现在如果这三项共识 柯文哲不做的话 你中央怎么办 好像有拿他没辙 所以我说是这样 有共无识 他出来跟你讲 出来就是政治对政治 那现在谁在做 我现在看这三项谁在做 做不好 谁该负责 刚刚大家在讲柯文哲的时候 我认为还不精准 为什么叫不精准 他自己讲他很痛苦 被政治操作 他很痛苦 那我今天就质疑 那台北市民痛苦 你到底理解不理解 市长你理解不理解 大家认为他甩锅 其实他这个不是 他的政治个性 觀眾 柯文哲甩锅 从二零一三年監察院 在调查他 台大医院 艾滋病器官移植 他就甩锅了 你这样子的政治态度 你这样的专业傲慢 人民怎么会能再接受呢 你现在怪政论节目 我现在真的不敢再大声呛他 他现在任何人在谈 台北市防疫 不利的就是政治操作 他說媒体造谣 那我只要问柯文的一件事情 二零一四年 你选台北市长第一任的时候 政论节目怎么支持你的 那时候你为什么不讲 政论节目不倒 台湾不会好 你能够天天每一台节目 你都跑 大家都听你在讲 艾滋病器官移植 你没有责任的事 大家都还支持你 同情你票都盖 投给你 就你今天东骂西骂 从来没有想到过去的 这个过程 所以我说比较精准地讲 他的甩鍋 不是现在才开始 他以前就有这样的记录 所以我说今天我们来谈 你这个共识 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要怎么办 你不能再推出新北市 排第一名 排在挡在我前面 大家眼睜睜睜睜看 北農的问题 现在又增加到五十四例 不是四十五例 五十四再增加 那如果说这个疫調有疏漏 那你要怎么做起 让市民能够安心 我们现在市民只能 需求你 像个市长样子 以名为念 不要再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我宁可相信你说慢两天再打 再这样搞我慢两天打 是赌气的话 意气庸视 接受访问 赌气讲出来的 如果是真的话 那真太可怕了 因为市长你已经打了 我们现在排队要等着打 你说慢两天打 哪里有这样的市长 如果说你没有打 就是说全部跟我一样 不要打 那我还佩服 你都打了 不能用这种意气的方式 所以我说宁可相信你是赌气的话 但是这种关键 你一个市长在讲这个赌气的话 你像个政治人物吗 你专业傲慢 政治人物不像政治人物 我就搞不清楚 他到底现在要干什么 好 再来关心北农的群聚感染 已经累积到五十四人确诊 那中央下令从今天凌晨起 北农的第一二果菜市场 所有员工 承销商跟货运司机等 都要持阴性证明才能入场 凌晨两点多一辆辆卡车 准备开进北农冰江果菜市场 而且我要知道大家看不懂 入场前每个人都得出示阴性证明 因为中央规定24号凌晨起 凡是要踏进北农的人员 全得有阴性证明才能通关 镜头转到北农第一果菜市场 入场前同样大排长龙 人人手上拿着阴性的纸本证明 或是出示健保快一通APP就行 从凌晨到早上九点 陆续都有车辆摊商赶进场 现场规划四个出入口 每个入口都有派人站岗盯场 昨天去塞的 对啊 塞完之后才能进来啊 是什么时候去塞的 前天 前天的时候 对 很紧急吗 那时候 还蛮急的 因为三天之内就要有了 昨天啊 昨天啊 对啊 快 超赶的好不好 北农爆发群聚感染 整起事件累计高达五十四人染疫 中央下令 进场前要持阴性证明 北市府击捕破网 在万大国小 并将市场设置快筛站 统计连续三天快筛 北农四千七百多名工作人员 已经筛了三千六百一十九人 但是现场人员透露 进场的成销人 比平时整整少了四成 因为还有部分的人没有筛到 市府紧急延长快筛站的时间 长达三周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怨连连 我们看到这个科比口中呢 说的他很专业 我们现在就来看 到底在这两天 北农的处理 是不是符合专业的要求 那今天凌晨开始呢 这些摊商必须要持阴性的证明 才能够进去 包括在万华的第一口菜市场 但是只有摊商需要持快筛的阴性证明 那这个结果被发现 这个批货的买菜都不需要 那大家通通进去 难道没有风险吗 那再来这些北农的成销人就说 联谊说要PCR阴性才能够接种 那后来北市府说快筛阴性就可以了 那到底是要听谁的标准呢 北市的标准一团乱 跑三趟还是打不到疫苗 来金黄 这可以看出柯P所说的专业度在哪里 这不只是看专业度在哪里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们在去年所打出来说 他们针对疫情 他们要超前部署 这还发在他们的脸书上面 你看 智力走在最前面 超前部署 那讲完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 光是以这次的北农事件来讲 有三个部分 我都很怀疑你的超前部署在哪里 第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的是 显然你对现场的动线 人流的掌握不够 所以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昨天陈时东部长带着王必胜 为什么要在凌晨四点的时候 到这个北农去 很简单 他就告诉你一件事 他要了解现场的动线 了解会有哪些人 他才能够去做防疫相关的规划 各位再去想之前一件事情 王必胜到金元电子去的时候 他去金元电子要救那个疫情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干嘛 先了解员工宿舍的状况 之后呢 要做预防 再了解工厂的产线状况 他才知道这个地方的防灾 跟预防疫情要怎么做 所以了解现场 才是第一步的开始 很显然 这个对第一步掌握度都不够 第二个 我们再三的讲过一件事情 北农要设快筛站这件事 北市府的态度一直都很奇怪 明明在六月五号的会议记录里面 我们就看到的是六月五号中央就已经告诉你 请你评估要设快筛站的事情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日期是六月五号 然后下面这边这一行已经告诉你财势的部分 就是请你要评估做快筛站的事情 而六月六号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市长自己也说 这个东西要合理办理嘛 结果你去看时间点 从六月五号六六号到现在已经几天了 到现在两个礼拜过去了 两个礼拜过去了 你会发现显然就是你在这边找快筛站 你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处理的方式 竟然是告诉他们说 其实你们可以到附近的剥皮疗快筛站去 那中央你去想一件事情 他们是不是说空间不够 所以不设 他们讲空间不够 但问题是空间真的不够吗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是 这么多开货车的去 你叫他到那个剥皮疗快筛站 我请问你那边车要塞成什么样子 他有办法完成吗 然后各位再去看 照理说你要超前部署 现在我们从五月十五号之后 到现在已经过一个月 对不对 各县市在很多好心人士 善心人士的资源之下 都出现了镇压快筛 庭去帮忙做快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那我们期望中出现在北农这边的 应该也是要镇压 镇压快筛庭 这个快筛站 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的快筛站长得这样 你有办法想象架在一个纸箱上面 然后上面这个是我们号称叫台湾box 台湾医生发明用的 让医生可以不被感染到 然后帮病患做插管 结果呢 两个搭在一起 帮这个我们说相关人来做筛检的动作 你有办法出现这么讽刺的场合 你有办法想象吗 用纸箱啊 然后我们给大家对照一下 正常状况应该长怎么样 正常状况应该长这样 上面我以为的裁剪设备很正常 对不对 然后手在这个地方伸进来去做裁剪 下面就是台北市在这两天出现的 纸箱版的筛检站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请问你 如果是超前部署的话 会部署成为这个样子吗 那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张照片呢 这是一位麻醉科的医师 发在自己的脸书上面的 那他讲什么呢 他在讲说不好意思 医师他想了解一下 他先生现在在台北市联合医院的状况 很糟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这个没有采用 镇压检疫庭的方式 只是像刚刚我给各位看到的 很简陋的搭配Taiwan box 刚刚那个箱子的方式 来帮病患去做筛检 他在替他的先生感到很心疼 天气这么热 再给各位看一次 天气这么热 然后你要帮病 再帮相关的人做筛检 然后放在架在纸箱上面 你有办法想象 这是出现在首善之区的台北市 台北市医疗资源应该不会比其他 县市差吧 怎么会出现这样 比其他县市更好 比其他县市更多资源 而且比其他县市要更专业 怎么会连一个筛检 都掉不到 然后要用这么客难的方式来做 这让人家看来 他们难免就会觉得很心疼嘛 然后我们再讲第三件事情 这也是让我觉得很讶异的 就是昨天出现了一个状况 这个有人呢 就台北市医疗公司那边 就是载着他们的这个员工 然后因为科匹说要帮大家打疫苗嘛 那所以打疫苗呢 当然叫带去要干嘛 要造册跟施打 就原济要打两百多个人 带到台北市联合医院院区去 带去了之后呢 这个等于说院方那边说 这个情况要请这个劳动局 看来造册一下 结果呢 现场既然有一群人就一哄而散啊 所以大家就怀疑说 这群一哄而散 听到劳动局会特别敏感的人 会不会是本来是非法的外籍移工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非法外籍移工这件事情 如果他成真的话 那表示什么 他有可能是黑素的存在 所以这也是让人家忧心的地方 你到了医院之后 然后一堆人一哄而散 听到劳动局要来 然后就一哄而散 所以大家都认为说 你这个情况是不是有黑素的存在 而讲出这件事情的是 台北市的市议员李博裔嘛 他就告诉大家说 昨天就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如果你台北市对状况有掌握 如果你台北市超前部署的话 请问这些奇奇怪怪现象 到底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台北市的超前部署到底在哪里 这就是大家忧心的地方 好 今天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出在柯市长的心态 我拜托柯市长 你觉得你好像在做实验 但是老百姓是经不经理实验的 我们给大家看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 他们在做生意 在做生意 然后这段时间呢 他的员工真的很怕说老板撑不下去 因为已经停了好一段时间 不能做生意 他们是做按摩店的 结果他的员工呢 在对话里面留了这段话给他 各位看一下 他说我愿意这期的薪水 等公司度过这个危机 然后顺利开始营业的时候呢 我再领取我的薪水 我的薪水不多 能帮上老板的忙 肯定是非常的有限 但这是我身为公司师傅的一份心意 然后另外一个 先不领薪水了 他就不领薪水 他认为他帮他仅有的方式 帮老板渡过难关 另外一位也是 他说虽然我的薪水不高 我愿意捐出我五月份的薪水 一起跟公司渡过难关 让我们一起逆风飞翔 创造奇迹 我们告诉大家 小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这样 他们是很努力的想要撑过这次的疫情 他们已经从五月份 等到六月份 等到现在要到七月十二号 那如果这个时间还有政治人物可以讲出来说 你如果这个不跟我配合的话 或是让我不高兴的话 那我疫苗我就在后面两天 我就先脱两天再打 这种闹情绪的话 各位去看看 民众已经是怎么样在忍耐度过疫情了 那如果连政治人物都可以讲出这么堵情绪的话的话 那你去想想看 在民众心里他情何以堪 是的确民众都知道要共体时间 但是我们的政治人物 我们的县市长 有没有体恤人民 一般你的这个市民 他们现在的这个困难点 那我们说台北市的医疗资源 照理说是最丰富的 那我要请教罗医师 怎么会出现这种 让外界觉得很离谱的状况 再来那个台北的专业度到底在哪里 我们知道PCR的检测 是比快筛要更精确 那台北市现在是说 快筛阴性就可以进去了 这到底有没有存在风险 我想就刚刚主持人说的 台北市其实是医疗量能最足够的地方 所以看起来是量能是够的 但重点是怎么去统医 怎么去整合 怎么让所有真心诚意的第一线的医护 能够真的帮助台北市 也帮助台湾 刚刚好那个青黄兄 他有出示那个 很阳村的一个检验设备 实际上他本来的作用 是拿来插管用的 那下面呢放了一个 果菜市场的那种指向 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深刻 而且觉得很难过 我们其实呢 台湾应该有足够能力呢 是用正规军的方式 来对抗病毒 刚刚看的好像是 台北市里面的一些医务人员 变成是游击队 这个城市应该是 人类战友来对抗病毒 就看起来好像人类 被病毒追着跑 镇压这种筛检庭 其实现在到处都是啦 台湾现在有好多好多地方 都有这种正式的设备 新北市一开始的时候 曾经也有很辛苦 医护人员穿着很阳春的 我们说像这种 雨衣的这种设备 就在开始做筛检 可是第二天第三天 就马上改进了 我想民众期待是什么 是一个进步的国家 保护他医护人员 每一个人都用正规军的方式 来充容地面对病毒 因为我觉得台北市 现在遇到一个信心危机 为什么每次提出一些政策 然后大家马上就会打脸 因为就是过去很多事情没有做好 所以他已经不信任了 那之前呢 我们想说从那个疫苗 特权施打到现在 包括说那个 我们说北农这件事情 民众的这种信心 其实是很难建构的 当他开始怀疑说 你到底有没有甩锅 你到底有没有隐瞒 你到底现在讲的是专业的语会 还是跟我玩政治 那就很麻烦了 可是我觉得说 刚刚亲王提到说 小老百姓 那个经济的一个困顿 真的已经出现了 那刚刚提到说这个部分 因为北农确实是一个重中之重 每天几万人在那边走动 然后他又是民生 维系的一个必须 所以怎么样在这边的地方 能够布下最好的防范 我觉得很重要 现在民众期待是什么 先确认在北农现场 每天在这边工作的人 到底身上有没有着火 如果有火赶快把它熄灭 或是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要烧到别人 而不是像之前说的 不知道有没有失火 身上有没有火的不知道 赶快把它的防火衣穿上去 那快塞阴性就进去了 对啊 所以就会让家会很担心说 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 都是空窗期 我们也知道说 很多时候会有所谓 未养未阴的问题 对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那包括说在这个市场里面 很多人他所执掌的 所做的事情不一样 有一些是其他外线市的 我们说这种货运司机 有一些困钢 困空 他们也都在这边出现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 跟其他线市 用一个很好的线电基础去合作 那怎么样把这事情把它防堵好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台北市 现在出现问题是一个性情危机 那一直在讲的 SOP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看到到底哪里有SOP 对 SOP它必须是理性的 可以被预期的 被检测的 更重要是可以被期待的 对 我觉得目前我们看不到 那我们最后希望什么 希望在仅有的时间里面 因为6月18号我们已经错过了 对 再来是7月12号 是 我们真的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 看看其他国家 常常是在防疫的后端 出现很多情绪问题 可是我觉得其他问题是 我们要去支持民众的 而不是我们当首长人 自己把它散发出来 是 这样的发散对疫情没有帮助 指挥中心的会议很重要 其他各线市所谈记者会 我觉得拉回到现实是 要解决民众支持民众的问题 而不是制造越来越多的问题 是的确 从这罗医师的分析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北农今天这样一个最新措施 这个所谓的阴性证明 就能够进到市场 是不是还存在很多的破口呢 不管这个部分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办法 能够帮忙呢 还是说北市府决定这么做 就这样子了 那后续如果又再有出现破口 那又该怎么办呢 我相信台北市政府 上下所有的公务人员 包含柯文哲市长 都希望把疫情控制好 没有人会故意把这事情搞砸 我相信这样子 所以在做法上大家好好沟通 我刚才听到罗医师讲一个 我觉得是感动还是一种体悟 就是说 陈时中为什么一直要开记者会 不是要出那个名 那个记者会有两个最大的功能 第一个我提供正确的资讯 免得很多似是而非的真假消息 混淆了民众 另外一个真正的功能是 让你安心 政府在这里 我会来处理这个事情 可是如果政府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开的记者会是互呛 这个你做不好 我做不好 民众已经面对疫情 惶惶恐恐了 还看到地方政府开记者会 这里没有那个没有 变成开抛记者会 那这种记者会标开也罢 在面对风灾天灾疫情 稳定心情是很重要的国家政治 那个叫政治 那个叫好的政治 所以回到现在北农的问题 我觉得北农出现的问题 我们也检讨很多了 比方说六月五号 那个会议 大家看得很清楚 明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因为当时 那个是有科学根据的 当时双北的足迹 在大卖场跟市场 几乎80%以上 所以才会要求 你们赶快把这些大卖场 你们这个高风险区域的菜市场 卖场批发市场 赶快做筛检 新北 我常常讲 新北我们没有党派差别 然后新北侯市长那边 就把三顶部 跟新店的做完了 板桥也做完了 可是台北从六月五号 到昨天为止 这一个会议的命令 他不执行 那你不执行 你要有另外一套 可是我们发现 那个时候的不执行 就是中央要求设这个 他不要 疫调他认为没有用 匡列没有用 所以甚至于 把菜市场人流 用身份证字号 单双号分流 他也认为那个不要用 不要用 你拿出来的另外一套办法 看起来走不通 一个礼拜又回来 那一个礼拜就造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破口 就这样拖了一个多月 对 就拖了一个多月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的 是希望把它改进 比方说 我看到王碧胜 因为这个 有人说中央赶快把它接管 我们还是要尊重 他是民选的政府 还是要尊重台北市政府 王碧胜第一件事情 我注意他讲什么 赶快用PCR取代快塞 因为在北农这样的状况下 应该赶快把PCR做完 先确定大家状况怎么样子 因为快塞 伪扬性的问题 会产生 那这个部分要协调 就是说你到底要用快塞 还是要PCR 第二个问题 你到底对谁做 不管是快塞或PCR 是台北市民的北农 出入者才可以做 非台北市民的北农 出入者我不做 那这一听就知道有问题 北农台北市籍的 或者正式员工就四千个 另外有一万多个 是周边县市来的 你那个不处理 这个防疫根本没有用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概念 就这不是一个行政程序说 那不是我管车了 我不要插你 那病毒就不来了吗 所以台北市民跟外线市民 要一体试用 这个要赶快做 第三个 我看几个台北市议员讲说 北农的正职员工四千个 我们那天我在另外跟一个 他妈妈是在北农当派遣工 染疫了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处理 后来确诊他回来 传染给他爸爸 他爸爸过世了 然后在那边哭 他说他希望把他讲出来 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正职员工才四千个 出入的其他 包含派遣的一万多个 你这个不管 这个疫情挡不下来 最后一个他们还提了说 你只要摊商提供 那个阴性报告 不管是快筛的阴性报告 或PCR的阴性报告 来批发菜的 来买菜的 他不用 那这个也说也是一半 因为那是个批发市场 如果他只是说 我来要解采就走 短期接触 15分钟以内 我们大概都学到这个知识 也许还好 可是批发市场 那个大批发人进来 他可能是天天要来大批发菜 每天都进来 进来时间又相当长 所以那样的人员 是不是要不要分类 短期停留的 跟长期进来买菜的 他也要提阴性报告 所以这个东西 要一套下来 然后接下来 如果台北市人力不足 我们调派其他人力来协助 该疫调的 该匡列的 把它做的确实一点 否则我 我坦白讲 我现在觉得台北市在处理北农 北农有几个 北农 台北渔产 台北续厂 台北花卉 在那个瑞光路附近 然后还有环南市场 里面的人数 影响的不是台北市 是全国的人 那这些也都没有在 这个他的这个掌控当中 你现在 我刚才讲的问题 PCR跟快筛 北市民跟外线市 正职跟兼职跟派遣 批发业者 买菜的人 你到底有没有放在里面 这个东西都不清楚的话 完全靠运气 这个不能靠运气 防疫不能靠运气 你靠运气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好多人因为台北市 或双北市的疫情 正在无端受苦 他下个月的房租 都不知道去哪里拿出来 他的员工担心老板不做了 然后纾困 对我领到一笔钱一万四万 但是临行北当科索困跪里记 孩子在家里面不能上课 今天我们还解决 终点的那个老师 补习班老师 他是终点老师 不知道在哪里纾困 先确定要纾困了 但我想纾困不是常态 每个人都希望店面打开 我可以服务我的客人 大家陪着受苦没关系 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但是如果你做这些事情 这么了孝 这么潦草 靠运气 那我为什么陪你在那边靠运气呢 是 那你嘴巴又要讲出去 又要讲一些什么 你如果怎么就要怎么 讲那样的话 真的会伤到人的心 人家在陪你受苦 不是活该 所以我希望台北市跟中央 好好配合这个事情 那几个点把它弄清楚 否则这么重要的市场 占全国七百万人的供应市场 如果真的只靠运气的话 那这个国家的下跌要怎么办 台湾的疫情恐怕很难指 国中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北农部分 看起来破口还很多 破绽还很多 包括筛检的部分 也是这个标准很混乱 打疫苗的部分 一攤四个人 只有一个人能打 所以还是有很多漏洞 你北市府要想办法去补起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一般的民众 他可能这个生活 都生活不下去 那才真的是痛苦 可是柯P他怎么讲 他說有心人事操作 他很痛苦 到底是他痛苦 还是一般的民众痛苦 中将刚刚看到清皇的拿 那张照片 我真是心有戚戚焉 再怎么落后的国家 包括非洲 就算印度这么复杂吧 也没有人拿一个纸箱子 再这样搞划吧 你总要像个样子 你台北的医疗 你的联合医院不是都是都有水准 怎么会这样子搞划呢 也从来没有上级长官去行事 说这样不行 如果这个纸箱花生在高雄市 你看陈其邁市长会跳起来 台北市首都既然就有这种事情 这个不稀奇 我给各位看 我今天早上差一点看这个新闻 差一点食不下早餐 吃不下去 柯文哲承认疫調有问题 奇怪 你不久前才告诉我们疫調没有用 根本就浪費 浪費时间 那你现在承认疫調有问题 现在发现有问题了 那好 你承认有问题了 你现在怎么补救他 你要告诉市民嘛 我们看不出你要怎么补救 如果说你跟中央已经谈到这个样子 已经达成三项共识了 你今天都不要再讲话 认真去执行这三项共识的时候 我们还是给你鼓掌嘛 他还甚至公开呛下 不要这样看衰我 我是医学专业的 我会处理得很好 我们也希望你处理得很好 我非常同意 刚刚王帝委员讲 我们很希望中央跟地方 趕快配合处理得很好 这是小市民的心声嘛 可是我们到今天看来 你还是在把它当成政治 在那里玩嘛 你还是在那里嗆瞎嘛 我现在就有一点事情不解 我们的中央防疫指挥中心 是根据我们的传染病集中 设立的是最高主管机关 明显市长有大到这种地步 要拿他没辙就对了 那你现在是怪什么 怪我们两百多万市民 选错市长吗 是在处罚我们吗 我今天在告白自己的心声 二零一四年 我支持他最大的原因是 因为他是医生 我认为对两百多万台北市民 是个好的事情是福气 他最知道医疗问题的严重性 聯合医院这么多婚院 台北市民发生任何问题 他这个真的医生 司长的这个立场 一定会替我们解决 现在发现他是疫情最大的阻碍吗 我发现他问题最大就是他不信中央 到今天为止到现在 他仍然还在呛中央 从一开始中央成立指挥中心 他就已经在不爽到现在了 我们一年多了 我们看多少事情 从来不理 从来不配合 那我们就奇怪 那如果说你自己做得很好 你不配合他 我们也是给你鼓掌嘛 所以中央的讲他的 决策讲他的 我自己自己 我是医学专业 我做了一套 你看台北市民多安全 我们也是热情支持你啊 但是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你还没有告诉市民说不要看税 我有一套处理方法 我怎么处理 单单交给黄珊珊副市长 一戴三戴四戴 单单那个长照中心的事情 是 你没有开会 没有去处理 你既然讲说你有处理 所以这个就是让人家看波动 怎么会这样 他不是医生 医生就是怎么办 医生有专业的 他不是这党的要怎么说 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而已 但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认为今天台北市民 被延迟解封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 不是只是延迟你在家里受苦 现在是病毒在变种 中国正在严格的控管 廣州 东莞 河山 深济 一直在蔓延 那好了 如果台湾这样的失控的话 那新的病毒出来 变种出来的话 我们就是打那个疫苗 可能都没有用处了 这个让人家很害怕的是 你今天没有办法解决台北市这个问题 全台湾大家都陷在这个恐惧中嘛 双北的疫情扩散全台 高雄人五就爆出一起家庭群聚感染 有7人染疫 源头疑似就是新北市恩主公医院的 院内群聚感染造成 高雄市长陈青麦痛批 认为院方当初的疫调匡列不够确实 高雄人五的接种在24号早上 长辈几乎都准时就来报到 就看到里头坐满准备接种疫苗的长辈 连外头的户外等待区同样也是坐满满 因为前一天人五传出一家7人群聚感染 让当地居民非常担心 只是高雄市府怒批案14359 在5月24到28日 曾在恩主公医院住院开刀 出院隔天爆发院内群聚感染 却未被狂烈 事后两度回诊有相关呼吸道症状 院方也没做裁剪 努皮太过大意 错失了三次揪出病例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整理 高雄市卫生局我们自己整理 因为我们没有收到任何资料 是从新北市卫生局所传来的任何资料 所以我们要去上网 去搜寻新闻 才知道说恩主公的群聚感染 我们看到高雄市长陈其脉炮轰 新北的恩主公医院疫调不实 高雄的这两家包括祈山群聚跟 仁武家族群聚 因为确诊的男子三度进出恩主公医院 却没有被发现 他人是从桃园到高雄 去造成这个高雄家庭的群聚感染 那他们是上网搜寻新闻才知道 显然新北没有去通知到高雄市 所以他就要求个案要回溯 从5月22号起要重启疫调 那这个时候恩主公医院就回应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抗疫理想跟高雄是否一致 宽哥 这个是什么回应 恩主公到底是什么 当然是一致 是不是他们有中间有什么样的 这个肉丝 让这个疫情传染到高雄去 这件事情非常麻烦 先来谈第一个病毒的传染力 非常的惊人 多惊人呢 一间病房中间隔了一间 跳过来 然后中间隔了一间 1118 1119 120 这样子去感染到了 然后第二个疫调来到了一万多人 全台湾会乱成一团 为什么会乱成一团 你到后面你会不知道数字怎么追 而且有时候我们会忘了 中间有些特殊的一个联系 我们从高雄这个人武家族事件 先来谈 人武家族事件后面就想奇怪了 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 怎么会造成了整个高雄的一个感染破口 各位别忘了 其实高雄台南屏东常常在加龄 他们不常有所谓的特殊的破口 只要有破口一定是有一条线拉了进来 结果这条线怎么进来的呢 这条14359 原来他有到恩祖公医院去开刀 开刀完之后总是要休息一下嘛 那休息一下刚好1118 11楼的18号病房那边有感染 有感染之后呢 疫调隔两间 那各位各位去想哦 病毒就这样跑 跑到第三间的整个房间去了 那个传染力有多强 但是现在有一个麻烦是 这位14359他有回诊三次哦 他回诊三次的过程当中 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发烧了 那时候发烧呢 他们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戒心 就变成后面高雄 他产生连环暴的情形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疫调重不重要 但是有很多的市长 现在有一个市长他就说 过去那个疫调不重要 我不做 然后现在他开始承认说 我疫调我有问题 可是后面有办法亡羊补牢吗 这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再来果菜市场这件事情很麻烦 为什么呢 果菜市场四千个工作同仁 总共进出的人两万多人 这两万多人在哪边 我跟各位说 北北基陶通通都有 为什么呢 高速公路一趟 很多领口的人 很多在龜山的人 他们会一趟路跑到新北来捕货 为什么 我高速公路晒的快速公路晒的 我这次我就高了 到了之后 各位你去想 全台湾最棒的菜 最好的货 最好的鱼 通通都在台北市 所以你要挑最棒的菜 是不是要来这边买 都来这边买 基隆的也来 桃园的也来 领口的也来 所以那个地方 人四面八方的来 四面八方的来 这时候台北市跟你说 我只顾我台北市的哦 其他的地方我不做 所以为什么后面 你又差会这么气 因为他们后面那两个破口 他一看 我基隆的人有二十几万人 我刚好这两个人都在北农上班 各位去想哦 非常简单的注释哦 基隆他本身有鱼市场哦 各位都知道基隆他有 卡玛丁的鱼市场 我最近去卡玛丁鱼市场 我特别都还跑去看 我没有下去买哦 在车上 大家现在都是尽量用手机 用联络的 然后车子过去 有时候连打 连打招呼都不太敢打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市场现在是破口 大家能小心就小心 可是疫调的漏洞 请各位记得哦 你会抓医 抓医你就会漏白 因为你少了一个人 他聚了一个家庭 各位不要忘了 我们这次全台湾当中 还好我们彰化葡萄家庭 已经压下去了 我们目前的一个 台中彰化的朝阳事件 也压下去了 我们目前要把一个一个破口 把它压下去 可是这是最麻烦的是 北农他所涵盖的区域 几万人在进出 涵盖的区域 包括北北基陶 这么多的人在那边补货 在那边买菜 家禽市场 鱼类市场 我们要把这个洞 一个一个补起来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疫调